徜徉市 来自各地的警察 还是陆陆续续地聚集了过来 包括四名活捉的匪徒 半死不活的匪首 也都转到了徜徉 这边的条件更好些 审讯和治疗也更充分 刘景辉根据几人的交代 将专案组又分成三个临时专班 分别是一个重案专班 一个盗猎专班 一个经济专班 而最耗费人手的 反而是最后的经济专班 长达十促年的盗猎 使得五人组近乎垄断了吴龙山的产出 进而发展出了畸形的产业链 与最初想象的不同 五人组开启杀戮模式 实际上是几只盗猎队之间的竞争 在净猎开始阶段 还曾互帮互助的盗猎队们 渐渐的因为猎物 因为地盘 因为钱 甚至因为猎货的模式等等 不断的发生摩擦 最终形成了黑暗森林模式 发现猎人就开枪 在不断的竞争后 吴龙山范围内 尤其是金华的保护区及附近的盗猎团伙 就只剩下以老胡为首的五人组了 而攀附在产业链上的人却更多了 他们帮助加工和销售皮毛制品 骨骼制品 后面也开始卖肉 然后开始开野味餐厅 搞似是而非的祭奠和祭祀活动 走私的 卖药的 艺术品交易的 只要能赚钱的行业 总归都是会渗透进来的 十几年的发展 有些做非法生意的 都以做大做强做成了合法生意 想要调查和起诉他们 需要做的工作更多 就在经济专班一阔再阔的时间里 重案专班的刑警们 陆陆续续地带回了一些证物 有几块骨头 有一些衣物 主要是一些死者当初携带的工具和物件 例如打火机 防蚊液 货香蒸汽水等等 五人对通常将这些有用的物资 就近藏在安全屋或交通屋中 他们习惯在一些短途的倒裂过程中 将用不完的物资存放起来 以便于日后做长途倒裂的时候 沿途补充 能做出这么长远的规划 也是因为他们的倒裂活动过于顺利 以至于他们越来越没了顾忌 在审讯出的命案数量增加到十一宗 二十六条人命的时候 部委都被震惊 并派人员前来督办 一向在各地负责督办案件的刘锦辉 也终于有了被督办的体验 江远则是来到长阳市刑警队的法医办公室 一件件的查看重案专班取回的证物 骨头共有十三块 有脊骨 颈骨 植骨和植骨 分布的并不均匀 对于破案已经起不到什么帮助了 但通过DNA比对 确认了六名死者的身份 六名旅友 而那些日用品 也基本都是旅友留下来的 经常跑山的采药人乃至居住于附近的普通人 多多少少都听说过一些山村传说 不会去碰五人组的物资 更减少在他们路线上出现的频率 最主要的是 本地人携带的装备和用品并不好 除了一些不易保存的食物之外 其他物品并不受五人组待见 旅友们就不一样了 打火机是Zipo的 灯是Petromex的 套是秃点的 杯子兜的是Snowpick的 五人组是不喜欢上山的旅友 但对他们的东西还挺喜欢的 洗洗干净就用了 但从东西来看 这五个人 是真的 无所顾忌 穷凶恶极 将远来到长阳市刑警队的法医办公室 政务都已经被擦过一遍了 DNA报告都出来了 能出受害人DNA的物证还是比较少的 但依然有 考虑到好些物件都是放置了几年之久 经常使用的 还存有DNA 只能说加害者没有将之当回事 不是不懂得DNA 而是他们根本就不怕 否则 直接丢弃物品还是最稳妥的 长阳市的刑警支队的法医夜天河站着填单子 随口道 只要没尸体 这些证物都是间接证据 人家一句话 简的 你都没办法了 也是 他们连尸体都没有好好处置 处理的已经可以了 还知道撒又倒计了 在想处置的更隐秘 养几头猪 夜天河说着自己又摇头 也不行 破绽更多了 听到夜法医说养猪 江源也忍不住几倍僵硬了一下 实在是猪太平常了 可是因为它是杂食性动物 它能把骨头都嚼碎 让人体消失的一干二净 一点证据都没有 听起来总是让人很不适应 要说天衣无缝吧 五人组差得远 但隐秘程度其实足够高了 只能说 大部分的连环杀手都是实践派 是时间和环境筛选出来的 江源跟着长阳市的夜法医一起做完骨头的尸检 还是有些疲惫 这段时间出差经历 实在是让江源这个新人法医接触了太多的社会黑暗面 这份工作也似乎变得更加沉重 正常人类看到人的尸骨 都会有些心理不适应 江源这一刻却觉得这些尸骨反而是让他有安全感的 法医 虽然是接触的人已经死去了 可是也是有意义的 尽早找出凶手 把凶手绳之以法 让死者安息 让他们有了应有的归宿 让他们得以回家 下午 警局里来了一对年迈的夫妇 两人满脸的老人般大约都有七十了 两人都穿着麻衣 相互搀扶着 一路哀嚎 人噩 回家 人噩 回家了 那声音喊得沙哑 让人听得心里颤抖 叶法医开口道 这是李三秋的父母 失毒 有点迷信 以前还来警察局闹过几次 说要找出凶手 说没有凶手 他们的孩子不能投胎 江源看不得这种老人的样子 他也有父亲 他不敢想象 他要是走了 父亲一个人去警察局哭喊的样子 所以好好活着 好好工作 认真解剖尸体